看视频啊,看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我发现啊 这个蒋大为和朱志文大哥 他们两个的经历啊 真的有点相似啊,对不对 他们俩都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 而且呢,他们背后啊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支持他们的 爱他们的老婆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就说蒋大为吧 蒋大为当初啊 当也是下放去知青对吧 他跟他那个张佩军他的爱人 认识啊,对不对 他的张佩军呢,也就是天天 给他带饭 因为男孩子嘛,饭量大,对不对 张佩军呢,就怕他吃不饱 经常呢,就把他的饭啊 就偷偷的给那个蒋大为吃 有的时候蒋大为 看张佩军啊,不吃饭 他就很奇怪 他就问他为什么呀 张佩军说他不饿 后来后来他才知道啊 其实每次啊,张佩军都把他的饭啊 他都是给蒋大为吃 因为蒋大为是男孩子嘛 对不对 尤其还要干活 所以呢,力气比较多 饭量比较大 后来蒋大为知道后呢 也就深深的非常感动啊 到最后呢 他们俩也就走在一起了 然后呢,当开始呢 他们还没有 蒋大为还不像现在这样 能捞筋啊,对不对 他呢,也就拿着死工资 对不对 一点一点涨 能涨多少次的 那时候家里 用那个煤气罐的 有的时候 蒋大为不在家 他老婆呢 自己呢 就一个人扛着煤气罐上楼 那时候还怀孕 所以说那时候的感情啊 真的是很真挚的 然后到后来呢 那就是大一哥 大一哥 我们也知道啊 大一哥后来有一次 受伤了嘛 不是吗 然后呢 也没钱吃病 他老婆呢 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个头发呀 给绞了 然后卖了100块钱 带大一哥去看病 不过呢 这两个男人呢 虽然有矛盾 但是呢 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爱护自己的妻子 对吧 蒋大为呢 是拼了命的挣钱 带他老婆到外国过好日子 而朱之文大哥呢 对吧 也没有嫌弃赵康之妻 对吧 也不是那么爱慕虚荣的男人 也不会像别人说的 什么有钱就变化了 也天天老老实实在家 陪着自己的爱人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 他们像他们这样的爱情啊 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年轻人羡慕啊 对不对 如果你看现在的爱情观 一旦男孩子没钱了 那10个女的 有5个 至少有8个 都会离开这个男人啊 所以说想一想 以前 他们两个啊 也真的是挺幸福的啊 这娶到了 都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啊 这我想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吧 虽然他们两个矛盾中度很大 对不对 你们对此有什么感觉